上回书说到汉武帝 要把燕门太守 非将军李广 还有大将公孙敖 交给廷尉定罪 东方说魏清 还有小将霍取病 全都给这二位将军求情 武帝站起来了 用手指着非将军李广 还有大将公孙敖 我说 你们可要知道啊 你们身为战将 你们要看看魏清 身为战将不能单纯持勇 要有勇有谋啊 要知道 一将无谋累死千军 光拼命不行啊 李广将军 你是我们的老将了 朕也知道 你十分爱惜将士 可是 你也要知道 你的威名 能够镇住匈奴 你更要爱惜自己 你是朕的非将军 不能轻易的 把自己这条命 送给匈奴啊 你要为朕 镇守边界 李广 李广低着头说了一声 臣 致罪 好吧 朕就看在魏清 和东方爱清的面上 免了你们二人之罪 朕要命魏清为大将军 统领全部军马 二位将军 你们愿意服从魏清将军的指挥调动吗 李广跟公司敖 两个人一口同声 臣 谢陛下龙恩浩荡 我们愿意服从魏将军的指挥调动 没想到魏清 不干了 陛下 臣 年轻功薄 不能领大将军之指 臣魏清 愿和李广将军 一起专守北疆 随时击退匈奴的侵犯 把我大汉边境 永远安宁 诸位战将一听 齐声说 万岁 我们愿意跟魏将军一起 保卫我大汉边境 永远安宁 好 汉武帝点了点头 那好啊 这大将军之指 可以以后再定 魏清 朕 因为你立的大功 封你为官内侯 你还要抗之不尊吗 魏清这才跪下磕头 臣谢陛下龙恩 汉武帝提高了嗓音 传朕的旨意 朕就封魏清为官内侯 而且让他迎娶朕的姐姐平阳公主为妻 上林院的公主心腹就是魏将军的府地 朕 马上选择吉日 让他们二人完婚 朕亲自主婚 东方说一听 高声喊嚷 臣 给圣上贺喜 皇上上名啊 臣等向魏将军贺喜 所有的战将齐声高喊 皇上上名 臣向魏将军贺喜 军士们更是狂呼山摇地动 魏清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东方说 看了看 魏清明白了 赶紧跪倒在地 臣接纸 叩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魏将军免礼平身吧 谢万岁 这时候东方说一回头 看了看祸去病 儿子 把那口宝剑还给我吧 干爹 皇上把新宝剑都赐给您了 您要这口破剑干什么呀 还不扔了 扔了 小子 你看看那剑柄上有字 这口宝剑可是无价之宝啊 霍去病拔出宝剑仔细一看 啊 上面有字 干爹 我拿这口宝剑杀多少人呢 我怎么没看见呢 东方说不死 看见了吧 小子 这是皇上的玉笔 要知道 这是干爹我的护身符吧 你小子 把他给我扔了 哎呀 或许便赶紧递过宝剑 干爹 话虽如此 这宝剑不行了 您看 皇上今儿挺高兴的 您给皇上磕磕头 让皇上 在赐给您那口新的宝剑上 也写上这么几个字 不就行了吗 儿子 你以为皇上这几个字 是随随便便就能写的 啊 算了吧你 这是我的宝贝 说完了话之后 东方说 把宝剑就揣在怀里了 这爷俩说话 汉武帝刘彻听见了 武帝看着这爷俩 是开怀大笑 然后汉武帝驾转回宫了 李广父子带着本部人马 回归宴门 公孙贺跟魏清一商量 传下命令兵将放假三天 然后各归殉地 这回 魏清真的被封侯了 武帝选择了吉日 命魏清迎娶平阳公主 到了迎娶公主这天 平阳公主的新宅 玄灯节彩到处都是大喜字啊 东方说 就帮着魏清更换新郎的衣服 霍气病呢 在旁边看着 一边看一边笑 东方说 就跟魏清说 兄弟 这两年你没白白空手这座府地吧 这是给你自个儿看家呢 看你这两年委屈的 哥哥 您得美意小弟领了 小弟只求大哥 不要再开我的玩笑了 开你的玩笑 我可没那份闲心 只不过我不明白 从今以后 是你是皇上的小舅子呢 还是皇上是你的小舅子呢 霍气病在旁边说话了 反正啊 皇上跟我舅舅 都是我舅舅 我俩舅 就卫清一看 霍气病 一边待着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 哼 没我说话的份 我呀 还得跟干爹说句话 干爹 你瞧瞧 你也穿这么点新衣服 穿得不舒服 我看着不像 一点也不像伴郎 干脆 让我来吧 东方说乐了 儿子 你想当伴郎 想穿新衣服 告诉你 你这小子 打完这一仗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你呀 小子伴 你等着吧 等将来 我的儿子娶媳妇 你再当伴郎 那还差不多 霍气病刚要说话 就在这时会儿 外边有人高声喊嚷 皇上驾到啊 外边鼓乐悬天 汉武帝在寒烟的陪同之下 脉步走进来了 后边是一大队人马 抬着平阳公主的轿子 在后边是很多嫁妆 有宫中的人抬着 卫府真热闹啊 文武百官全都来贺喜 一会儿的功夫 喜宴摆上了 文武百官纷纷入席 汉武帝刚要说话 就在这时会儿 杨德义跑来了 满头大汗 皇上 请您马上回归中翠宫 汉武帝连问都没问 赶紧往回就跑啊 因为武帝知道 昨天这一夜 魏子夫心口疼 疼得非常厉害 马上回中翠宫 肯定是魏子夫的事 等汉武帝回到中翠宫 进了魏子夫的卧室一看 可把皇上吓坏了 魏子夫挺着大肚子 在床上风滚着叫唤 用手捂着心口 这黄豆大小的汉柱子 滴滴答答往下流 脸色沙白 汉武帝急了 汉太医 时间不大 两名太医来了 两个太医 一个姓田 一个姓刘 两个人上前见驾 然后就给魏子夫诊脉 两个人分别诊完脉之后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两位太医 汉都下来了 惊慌失措 神色疑惑 不敢说话 汉武帝在屋中急得来回踱步 就在这时候 皇太后到了 皇上一看 母亲到了 母亲 扯儿啊 子夫他怎么样了 母亲 都快把儿我急死了 都快一年了 子夫还不生 从昨天晚上起 他的胸口疼啊 疼得他这会儿 已然忍不住了 哦 这过月没生不是坏事 像当初 娘怀你的时候 整整十四个月才生 越晚 越说明 是个造化大的太子 可是 这胸口疼 恐怕跟腹中的孩子 没有什么关系啊 太后一边说着 一边跟着五弟 就进了魏子夫的卧室 看了魏子夫的神情 太后大吃一惊 太医 你们两个说 为什么他突然胸口疼痛 到底怎么回事 田太医 恭身一礼 陛下 太后 魏夫人胎胃胃正常 但不像要临产 我是问你 他胸口疼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太医说了 陛下 小臣 小臣查不出原因 只恐怕这么腾下去 会危及腹中的胎儿 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吗 田太医往前走了一步 轻轻的声音跟皇太后说 太后 容小臣 斗胆说一句 夫人这病 我们两个人是治不了的 什么 身为太医 为什么不能医病 太后 恕小臣之言 那 臣听前辈人说过 有一种乌骨之术 专门含沙摄影 伤人身心 害人性命 黄太后一听这话 啊 身子一晃 差点晕过去 汉五弟赶紧扶住了 母亲 您这是怎么了 五弟赶紧把母亲 扶到了外街路 黄太后 转过身内 颤颤巍巍 拉住了五弟的手 啊 这是左孽呀 母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说 孩儿我一点也不明白 儿啊 母亲当年怀你的时候 也和子父一样 得过这种病 心疼得我 都昏迷过去了 差一点 我们母子就没命了 母亲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您是怎么好的 当年也是没办法医治啊 幸亏赤胆忠心的所忠 他暗中访查到了 原来是利基那个贱人 他请来五谷在他的宫中施展妖法 是加害我们母子啊 你父皇知道之后立刻传下旨意 挨着宫里的宫中施展妖法 我才算准备了 我才算胸口不疼了 转危为安 第二天就平安的生下了你 五弟听完母亲的话 是大吃一惊 母亲 难道说现在 宫中也有人做着大逆不道的事 黄太后摇了摇头 儿啊 娘 已然清楚了 为了我汉家的血脉 儿啊 你查 一查到底 不管是谁 绝不能轻饶 好 儿尊母命 汉武帝迈步走出去 来传东方朔 时间不大 东方朔急忙到宫中见驾 东方朔参见陛下 东方爱卿 你立刻随朕去办一件事 请问皇上什么事 随朕走 边走边说 汉武帝已然传下命令 预备了护驾御灵军 两个人带着护驾御灵军直奔宫外 勾奔长门宫 等到了长门宫外 武帝一声令下 唰的一下 这护驾御灵军就把长门宫层层包围了 这长门宫外边站岗的冰丁一看 皇上到了 刚要往里走 皇上用手一直站住 皇上一传话 谁也不敢进去了 汉武帝甩灵岸下马 东方硕下马 两个人迈不望里走 走到 阿娇的屋外一看 这个屋门关着呢 而且外边没人 因为阿娇传下命令 关上屋门 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君臣两个人在外边侧耳静听 从这门缝 窗户缝里往里瞧 阿娇在屋里干什么呢 阿娇请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 这个女巫 正在屋中施展妖法呢 虽然小小的窗缝 小小的门缝 东方硕跟皇上 君臣两个人看得很清楚 这个女巫 半相似妖似鬼 在屋里是刀刀念念 而且蹿蹦跳跃 唱出来的音非常难听 谁也听不懂 楚服站住了 阿娇就问她 楚服啊 你这一招能够灵验吗 哎呀皇后娘娘 您放心 楚服我绝不会让您这一百两斤 在白花的啊 哼 你要是能让那个贱人死了 娘娘我就赏你一千两黄金 谢娘娘 娘娘放心吧 不出三天 我就让那魏子夫玩玩 说完她又跳起来了 跳着跳着 她突然间站住了一伸手 又到头发上 啪啪啪 拔下三根银针来 这三根银针就别在左手上了 这时候皇上看清楚了 因为楚服望着一跳闪开了 就在她面前 也就是皇后阿娇的旁边 有一个木头做的人 正是魏子夫 就瞧这个楚服跳着跳着 嘴里唱着 跳到这牧人面前 砰 就扎上一颗银针 砰 又扎上一颗银针 砰 又扎上一颗银针 整扎在这牧人的胸口上 韩母帝实在气坏了 东方说 上 楚服扎完这三颗银针之后 他又蹦上了 他正蹦着呢 东方说 蹭的一下 就由打外边蹦进来了 大胆 妖人 这事把楚服吓坏了 把皇后也吓坏了 这楚服虽然是个女妖 他能跟东方说打赢了吗 东方说手拿宝剑 叉叉几下 这楚服就趴下了 阿娇不敢了 气坏了 你是谁 你敢来坏我的大事 东方说 赶紧站在皇后的面前 启禀皇后 臣东方说 奉圣上旨意 来见皇后娘娘 啊 东方说呀 东方说 你好大的胆子呀 你好大的胆子 门一响 五滴踹门 蹬蹬蹬迈不进来了 阿娇一看 啊 别吓 阿娇 你居然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他伸手夺过东方说手中的宝剑 阿娇 你说 你到底要干什么 阿娇绝望了 他看了看皇上 然后一转身 对着魏子夫的偶像 我撞死你 他望上一扑 砰的一下 他的头正撞到 这个魏子夫的木偶人像的胸口的银针之上 这一下 阿娇的头就流出血来了 扑通扑通 两声响 这木像躺下了 阿娇扑通一声 也躺到了地上 五滴 气得双眉倒数 二目元正 脸上颜色更变 寒烟 寒烟这时候吓得魂不附体了 臣 臣在 传朕的旨意 臣阿娇失德失行 不能在母仪天下 废弃皇后之号 从今天起 长门宫内所有的物件 全都给我搬出去 长门宫改为冷宫 没有朕的旨意 任何人不准出入 臣 臣 臣尊之 汉武帝回到宫中 这时候 魏子夫已然 平安无事了 皇太后 看见皇上回来了 这才放心的 回归自己的昭阳宫 没想到 刚进昭阳宫 那是贵岛禀报 启离宫太后 启离宫太后 上了车年 出了宫 直奔 贵岛离宫太主的小别墨宫 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后走到床前摇了摇头 你 你 你要知道人死了不能复生 姐姐 你还是好好地保养吧 这时会儿 窦太主 依然失去了控制 不 我要东郎 你换给我的东郎 你别以为你是太后 我就怕你 你要是不还我的东郎 我就接你的老底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这个太后 是怎么来的 姐姐 你放心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忘了姐姐 你的大恩大德的 你是太后了 可我呢 我的东郎没了 你儿子当了皇帝 我女儿被打进了冷宫 王媚人 你对得起我吗 姐姐 有什么话 你就说 妹妹我一定遵命 好 我跟你要两个人 让他们陪我去死 到底 窦太主 让哪两个人陪他去死呢 咱们下回再说 我说 你不可 就是 对 我 你 不是